我们今天讲 林华生大事所讲的 陈佛的要件 有生死四大 无常信数 不退道心 发菩提心 随言随顺 随喜随安 还要学会禅定 那么最后 这个林华生大事讲 要如如不动 这个如如不动 很难解释 这个如如不动 可以这样子讲 就等于产生一种光明 一种很定的光明 所产生 我们学佛 要产生光 那很定的 很清净的一种光明 可以讲 这个就是如如不动 但另外也有一种说法 我最近看这个 净土宗九主 这个莲池大师传 其中有提到这个莲池大师 有一次他在这个荣树下禅定 禅定的时候啊 他看到很多的佛陀 这个蓬着香炉来的 拿着花来的 还有这个很多的这个贡品 那个佛 从虚空中 一一下来 然后给莲池大师啊 这个围着莲池大师 绕迁 那么供养 那么就站在他的旁边 就看到这种景色啊 这种景象啊 这莲池大师心里啊 他就很翻译 因为佛陀说 从虚空中下来 给他供养 他就很翻译 那么他继续打坐啊 继续静坐 又看到了 这个所有的佛陀啊 全变成这个罗萨恶鬼 他拿着刀啊 剑啊 这样子要射他 伤害他 他这时候啊 就产生惊恐 一惊恐的时候啊 就大叫一声 他就出定 他出定的时候 全身冒冷汗 冒很多冷汗 他当时也合掌 念南无阿弥陀佛 一直在念佛 到最后 这个莲池大师 他写了一个 很有名的一个记 这个记就是讲他 所以 他的这个经历 他看见佛 下降 这个佛又化为魔 他不清楚这是什么一回事 那么他就写了一个记 这里面呢 就提到了 如如不动 这四个字 我们行者 你在禅定里面呢 会有产生很多的 幻象 幻听 会产生出来 这个时候 这四个字就用到 如如不动 你自己啊 必须要知道 这个是幻象 你要定心 由定里面产生光明 清净的光明 这个 才是正念 你假如 随着幻象走 由幻象来 引导你 那么你有可能 佛显现的时候 你翻识 摩显现的时候 你进步 一会儿欢喜 一会儿经步 你就会颠倒 妄想 所以禅定里面呢 见所有的相 听到所有的声音 一概是 如如不动 所以禅中有一句话讲 这个佛来杀佛 摩来杀摩 意思就是这样子讲 你要如如不动 禅定就是如如不动 放大光明照世间 那这个就是本身来讲起来 那个 我看廉词大师传 他本身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 看到佛变成魔 魔又变成佛 那么一会儿现供养 一会儿要杀你 我们协定的人 所谓的定 就是说你见相 听到 幻生 看到幻象 要以幻 破幻 你自己知道 这个是幻觉 是由你自身所产生 不能为他所动 你为他所动 就由他牵引 不是狂喜 就是狂悲 不是狂喜 就是狂悲的 那我们行者要用什么态度呢 如如不动 这个莲花生大师给你指示的很清楚 如如如不动 佛陀当初啊 在教导 大家的时候 是这样子 你执着 无形的太过 释迦牟尼佛会写一个条子 给你 他叫你怎么样 重视有 重视这个有 你要重视有方面 你假如是说太偏执于有 佛陀也会写一个条子给你 你要重视空 虽然我们好像说出家修行 佛门也叫做空门 叫做空门 这个空子 但是你执空太过 执着空啊 太过于空了 这个时候会产生一种完空的现象 完空的现象就 一切都没有了 上没有佛菩萨 终没有众生 下没有第一恶鬼 一切都没有 这个一进去啊 我曾经有一个形容 就是说 在宇宙之间有一个黑洞 不知道身不可测 那么你修成了完空现象 就等于掉入黑洞 永远一直在进去进去 没有停止的 那这个啊 就是很 进步的 一个境界 令人很进步的一个境界 大部分来讲啊 左入这个境界 我们就称为啊 左火入魔 出现的状态啊 就是说 以自己认为啊 自己境界已经到了 到了 尽头 天底下 连佛陀都输给他 释迦牟尼佛也输给他 天底下 他第一 没有 他不是第二 就是第一了 永远就是第一 没有其他的人是第一 那么就产生一种狂 狂傲的现象 这个在佛教里面 我们晓得叫做狂残 狂残 狂傲 残 是空了一切 这是狂傲 因为里面啊 通通没有这个 完全没有有志的 但是佛陀也讲啊 明明佛经写 真空里面啊 要有妙有 真空里面妙有 才是如如不动 你堕入空的话 就是进入黑洞 但是你主日做有的话 又是太偏重于入世 所以按照佛所讲的 如如不动的境界 是空跟有之间 这个是忠道的精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